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京东集团9618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话早减选 原因是内地为了稳经济增长 新经济行业政策面有望略为放松 股份可以留意业绩好过预期的京东 预料基本面比较强 结合政策憧憬股价有望跑赢 京东第二季的业绩量点在于疫情期间 仍然能够保持毛利率稳定 和表现强劲的物流业务 期内由于疫情期间运力紧张 对运费进行提价 物流与其他服务收入大幅上升3.8 推动到服务收入增长2.2 进而带动整体收入增加5.4% 去到2676亿人民币 其内京东继毛利率是13.4% 高过市场预期的12.8% 并且比去年同期高0.9% 叶家贵内实行钢本增效 集团经调整盈利升4成 去到65亿人民币 整体业势好过预期 虽然京东和吴这个同行一样 面临中国周期性消费需求疲弱的压力 但上季平台增速超过同行业 对比同行 京东的收入和盈利能力 都比较阿里巴巴优胜 其内阿里的收入按年似平 而阿里的经调整盈利跌了三成 京东股价昨天升了一成一 升穿短期下降轨 并且向年初至今营造的三角 营典部进发 策略上 有货者可以240元或以上继续持有 目标提6月高位275元 没货的话 可以235元附近小柱 吸纳跌穿220元止蝕 感谢观看